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为大家主持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您慢慢看就知道了 六四天安门事件届满35周年 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报道 讲述当下国内年轻人如何看待此事 更有许许多多的报道被屏蔽 但是你知道吗 六四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国 更是牵涉了东南亚 那究竟东南亚国家如何看待六四事件呢 1989年6月4日 中国爆发天安门事件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了经济制裁 今日台湾社会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 也提到台湾不加入西方世界的围堵 反而继续蹊径成了中国经济复苏 技术实力成长的关键推手 而许多人忽略的是 除了台之外 在中共的乔务统战下 各国的华商资本也是重要的力量 T.Deniel关键评论报道 中国的十年文革结束后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 然而天安门事件爆发后 所面对的西方国家经济制裁 有可能会继续让中国经济恶化 在此之际 西方世界的围堵 正给予了各国华商机遇 以扩大对中国的投资 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与邓小平为突破经济困境 必然在侨务工作上 争取更多各国华人的支持 而本文所要探讨的 就是马来西亚华商资本在当中的作用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至24日 天安门事件后 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市中全会 江泽民接任中共总书记 曾在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 直辖市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 并发展经济 外资是不可或缺的 而在中国被经济制裁的时期 与中国有民族情感连接的海外华商 就成了中国囚人的对象 江泽民掌权后 在侨务工作上 持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所走的 以侨影制入线 开放海外华商华裔人才进来 江泽民于1989年12月举行的 第四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上就名言 侨务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 重要的工作 广大侨胞遍布世界五大洲 他们对于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 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 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应当说 在新的历史时期 侨务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近代移民海外的华裔 都会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省份 因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 在沿海成立的经济特区 也是为吸引各国华侨华人 与侨乡的链接 邓小平在1992年展开南巡 在上海视察时提到 1980年中共中央设立 四个经济特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为了吸引海外华侨华人 和港澳同胞前来投资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 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讨律 深圳毗邻香港 珠海靠近澳门 上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 潮州人多 厦门是因为闽南人 在外国经商的很多 1993年邓小平在上海 与各界人士共赢新春家节时 就强调了海外华侨华人 在中国经济的作用 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 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 有助自己独特的机遇 比如我们有几千万 爱国同胞在海外 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 基本上 将证明在其任内 承袭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针 在外交上走韬光养晦的路线 从修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弥补天安门世界后 所带来的国际冲击 而促进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 就是其中的目标 尽管马来西亚在1974年5月30日 就已与中国建交 但因为中共还支持马来亚共产党 简称马共的活动 以及还有华人效忠的问题 因此当时马中两国关系并不热络 而马国对中国的投资 也是直至1984年才开始的 中国商务部记录 当时马商主要是在广东 福建等沿海地区 投资橡胶 食品 化妆品 家具 饲料及机械制造等规模 较小的加工行业 虽然前马国首相马哈迪 在1985年饭团访中后 两国关系有所提升 但得到1989年12月 马共结束武装抗争 1991年苏联解体 以及东欧的巨变 世界共产阵营分崩离析后 才使得马国政府减轻了 对区域类共产主义的疑虑 而在马国人口约 二成多的华人 也因马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如马国政府在1990年 正式取消对国人访中的限制 马国华人得以附中探亲 寻找商机 马国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 才更为密切 为使马国在六四事件后 充实对中国的信心 江泽民任内 两国领袖多次互访 先是中共总理李鹏 在1990年访马 并在吉隆坡的记者会上 再次呼吁华人效忠马国 1991年马国最高元首 苏丹阿兹兰沙访中 可年中国国家主席 杨尚昆访马 而且是首位访马的中国国家主席 而江泽民和朱荣基 则分别在1994年访马 马哈迪也在1999年访中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马哈迪之所以访中 是为了在政治外交上 争取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角色 因而与当时人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结盟 除为加强双边经贸关系 也未在国际行动上 对西方国家说不 如马哈迪在1996年8月 因李鹏邀请访中时 马哈迪抨击西方新帝国主义的罪恶 马哈迪的第一次任相 涵盖了邓小平与江泽民主政的时间 而此时七华人的效忠问题 与共产主义 与不再是马中关系的障碍 如1996年在马国召开的 第二届世界福建同乡肯清大会上 主持开幕的马哈迪 赞扬祥祖吉敏南的华人 与世界其他角落的同乡 建立密切联系 将能协助突出 马来西亚的商业与投资机会 借助在2003年 与马国举办的 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上 自开幕词的马哈迪表示 虽然海外华人大多抗拒同化 但他们却全力 正同所居住的国家 他们的存在从未被中国 利用为侵略和殖民的借口 这有别于其他一些国家的所作所为 这些华人反而适应所在地的环境 为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 做出贡献 由此可见 马国华商在天安门世界后 大举进入中国经商 也是得益于 马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推力 以及中国急需外资的拉力 所牵顶住的 另一方面 从马哈迪出席过的世界 中共统战部也是要早之一 不过2018年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后 国桥办一变入统战部 但对外人保留国桥办的招牌 因此在马中关系大好 中国又急需侨外资的情况下 一向在马国经济活动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人资本 在90年代就大举到中国投资了 其作用除了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还有协助中资走向海外 例如马国华商在中国的投资 相当多元化 产业涉及通讯、交通、房地产 娱乐、服务和金融业等领域 如郭市兄弟集团 中油不动产 旗下有知名的香格里拉 酒店集团、加里集团 后者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 在中国生产可口可乐饮料的 特许权公司 显见当时马国华商已在全球市场 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钟廷森的金师集团 在中国各地设立工业园区 及大量投资橡胶业 及轮胎、机车制造业 梁中米集团 在中国有投资电力事业、饭店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邓小平称 优先在沿海设立四个经济特区 是为了争取来自这些特区所在省份 华侨或企后代前来投资 不过中国学者任桂祥的研究指出 其实马国华商应顾忌投资 中国大陆的敏感性 而有意识的 先在北方及东部沿海地区投资 再向南方发展 而部分华商的资金 是透过香港的分公司 再转投资到中国大陆 如郭鹤年的郭氏兄弟集团 由此可见 尽管90年代马中关系渐入佳境 但华商心态是仍顾忌 马国敏感的族群政治的 因此1992年 马国华商在中国的投资额 仅有147万美元 直到1996年才达到4.6亿美元的高峰 成长了17倍 不过隔年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 马国华商对中投资就开始往下拉 直到马国在2000年以后经济逐渐复原 对中的投资才开始回温 根据中国商务部2019年的报告 截至2019年的报告 截至2018年底 马国累计在中国投资项目6,816个 实际投资金额77.9亿美元 至于中国对马国的投资 截至2018年底 中国对马国直接投资存量达83.87亿美元 明显的人口仅有3000多万的马国 尽管人口数比不上中国 但在与中国的相互投资比例上 却是相近的 可见马国与中国经贸有助相当紧密关系的关系 2024年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50周年 惊喜纪念 马中已在多个领域建立合作关系 尤其是在铁路基础设施与科技 汽车业 贸易和金融科技领域 鉴于国际市场变换莫测 因此也需加强在新领域的合作关系 其中包括能源转型高科技电子5G人工智能 预设投资电动汽车的发展 可再生能源、智能农业 以及医疗保健行业 这些领域对于将双方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显得至关重要 马中其中一个合作大型项目 是连接大马半岛东西海岸的东海岸铁路计划 也就是通过庞大的铁路网络 衔接疙瘩巴鲁与巴森港口 以及有望借此开启新的征战和发展区域 此外大马第一家国产车品牌宝腾 也与中国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2017年6月 这家中国汽车巨头以4亿6千万令吉 从多元重工业手中收购宝腾的49.9%股份 以振兴宝腾 谢谢大家 这就是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留言在节目下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的亚洲大眼睛 今天我们聊了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 以及它对东南亚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影响 通过刚刚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六四事件在国际上 引起了广泛的制裁和批评 但它也促使中国更加依赖海外华商的投资 特别是在经济制裁的背景下 马来西亚作为其中一个关键角色 在华商的推动下 对中国的投资逐渐增加 并在多个领域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这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也加强了马中两国的双边关系 总结一下 六四事件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痛点 但从某种角度看 它也促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特别是与马来西亚 在经济与外交上的进一步合作 事件的影响复杂而深远 不只是政治上的 更是经济与社会层面的 那么大家对这些内容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觉得六四事件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产生了怎样的长远影响 欢迎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我们下次再见